当地时间12月1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确认被誉为地球两大天眼之一的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发生了坍塌。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相关工程师已评估了损坏情况,确定望远镜的三个支撑塔全部断裂,重达900吨的接收平台坠落到下面的叠形反射盘上。 此外,望远镜的支撑钢缆也已断裂。 长期在阿雷西伯天文台工作的物理学家亚伯·门德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现在唯一在做类似研究的地方是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比阿雷西伯要灵敏, 失去阿雷西伯就失去了一天24小时监控微弱无线电信号的能力,现在我们只有一只眼睛了。 从1963年落成到2016年,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镜望远镜, 虽名义上被用于深空科学研究,但实际上该望远镜在冷战中是为反导研究而生的。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在防御者导弹防御计划中启动了阿雷西伯射电望远镜的制造。 当时人们相信,核弹头在穿越电离层时会产生独特的特征,通过分析该特征,就可能快速将核弹头与右耳区分开,从而实现精准拦截。 冷战期间,阿雷西伯望远镜除了被广泛用于电离层研究外,还被用于收集苏联电子信号情报,包括从月球表面反弹返回的苏联雷达信号。 冷战后,阿雷西伯才正式转向民用科研,主要任务是搜寻危险的近地小行星,寻找外星生命的迹象,他甚至发现了太阳系以外的第一颗行星。 1974年,阿雷西伯还发现了第一颗双星脉冲星,间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如今,随着阿雷西伯退出历史舞台,人类探索升空的重担就落到了中国望远镜的肩上。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由我国已故天文学家南仁东于1994年提出构想,历时22年建成,于2016年9月25号落成启用,进入调试期。 它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综合性能是阿雷西伯望远镜的10倍。 2020年1月11号,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 事实上,FAST在进入调试期后就开始不断有着新的发现。 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的4年时间里,它已经发现脉冲星超240颗。 自1967年发现第一颗脉冲星以来,过去50年里,人类一共发现的脉冲星也只有2700多个。 为何科学家这么执着于脉冲星的发现? 脉冲星是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因为自身发射周期性脉冲信号而得名。 它们的密度极高,每立方厘米重达上亿吨。 由于它的自转周期精确被科学家称为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 卫星定位导航为地球上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在升空航行中,飞船面临的是超长的距离、匮乏的地标以及无法与地球通信的困境。 升空的复杂环境也让太空导航变得不可想象。 于是,科学家们才想到利用脉冲星发出的脉冲信号及其稳定误差很小的特点, 将它们作为升空航行时的时钟和路标。 时间和空间都具有了参照物,人类的飞船才不会迷失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越多,观测越精确,未来它给我们提供的参考就越精确, 我们才能在宇宙中走得更远。 另外,FAST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早期的星系活动迹象, 有利于我们发现行星恒星的运动轨迹及发展轨迹,进而窥探宇宙起源的奥秘。 同时,射电望远镜还像雷达一样具有很强的监测系统, 能够捕捉到来自太阳系任何一个地方发射过来的微弱的电磁波, 将监测的范围延伸到太阳系以外, 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与地球相似的内地行星, 为未来的星际移民做好准备。 可以说,当人类第一次张开这样一支天眼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就是星辰大海, 而如今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汇聚到中国天眼上, 在远眺星空。 中国科学院宣布,中国天眼将在2021年向全世界公开, 全球的研究人员都可以申请使用FAST, 进行宇宙观测。